反彈會查封前財長達因家族持有的阿漢大廈被指是政治陰謀 首先 安華今天反駁 並指不會包庇任何攝攤者 完整內容請繼續收看12月22日的百革大世紀 晚上好 我是家炫 反彈會大動作查封前財長達因家族持有的阿漢大廈 也許會讓一些人想到陰謀論 首先 安華激怒在割打白沙羅清真寺祈禱後被媒體追問此事 他直言 反彈會的舉動證明我國執法系統絕對不會包庇大鱷 安華不點名地表示 受到調查的領袖 其相關身家財產問題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而他希望各造理解 並給予調查機構空間展開調查 以免領袖被認為被權勢包庇 此外 安華也出各界不要對查封行動任意詮釋或發表陰謀論 因為反彈會的職責就是調查 而不是去做解釋 更不用在乎調查對象的背景 如果選擇性調查 就會被批評 執著小魚 不敢碰大魚 安華也強調 國家執法機構必須拿出勇氣 樹立榜樣 勇敢打擊聚壇 另一邊詳 資深律師吉丹指出 反彈會查封阿浩大廈的通告 僅禁止該大廈擁有權轉讓 並不涉及大廈內的其他商業活動 反彈會在本月初逮捕6名年齡介於30至50歲的人士 包括兩名女性和一名非政府組織主席 以協助調查一宗售賣加聯邦勳賢詐騙案 這些嫌犯涉嫌以200萬令吉左右的價格 售賣單私裡假勳賢和勳章 反彈會調查組高級主任西山穆丁向《新海峽時報》表示 目前反彈會已經鑑定7名受害者 其中5人已經現身入口供 但該會依然還在積極鑑定其他受害者 以協助完成調查 任何人士如果有相關情報或線索 可以聯繫查案官莫哈莫艾曼 換個焦點 一黨領袖最近說有人現意一黨加入團結政府 姑且不論到底是誰說服他們加入 但從一黨分裂出來的誠信黨 其副主席阿德里今天主持完黨婦女代表大會後 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 如果一黨決定支持團結政府執政到下期大選 誠信黨已經做好準備接受一黨的加入 阿德里說為了讓大馬的政治更加穩定和考慮到人民的福祉 無論一黨是直接加入還是跟政府簽署備忘錄 陳信黨都無人歡迎 他也強調陳信黨並沒有將一黨視為敵人 因為對各個政黨而言 國家的團結是最為重要的 而反對黨偶爾也會拋開政黨和個人利益 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 共同捍衛 包括人民利益的原則 各位注意了 交通部長陸兆福透露 政府計劃從明年1月起調整派發援助金的方式 以更有效的協助社區中有需要的群體 也是芙蓉區國會議員的陸兆福 今早在芙蓉陳香林恩復興教會出席活動時指出 目前領取政府援助金的群體 每年可以分成三次拿到 每次介於300至500令吉不等 但政府認為這樣的方式並非最有效 因此明年1月起將會收集民意更新人民資料 一旦調整後 較為貧困的人士有可能每個月都會拿到政府的資助 另一方面陸兆福也披露 政府接下來也計劃配合一些地區的醫院 推出再送服務 協助一些行動不便的人士到醫院覆診 最後來跟進駭人聽聞的蒙面外甥當街砍死救母案 29歲男嫌犯王國武今天在濱城中央醫院被控謀殺罪名 基於嫌犯還在留醫 推適和副檢察司 監武到醫院進行提控程序 被告表示明擺控狀 不可保釋外出 案件將在明年3月25日過堂 以提成驗屍和化驗報告 根據賓州警方此前的說法 嫌犯的作案動機是妒忌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合 我們下回見 顏色 呻吾 呻吾